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5日发布报道显示,特朗普传媒集团在近半年面临持续亏损和收入缩水,导致集团股价大跳水,市值蒸发40亿美元。 报道表示,今年3月,特朗普传媒科技集团上市,股价发生飙升,特朗普持有60%的股份,一度持股价值超过60亿美元。 而在今年9月,特朗普传媒科技集团股价创下新低,特朗普作为最大的股东也扪受了最大的损失。 尽管目前跌幅只是一个纸面数据,但特朗普还不能出售任何股份。 特朗普传媒科技集团主要运营特朗普的真实社交媒体平台,股票代码为DJT,是特朗普的姓名首字母缩写,主要购买者都是散户投资者,是特朗普的铁粉。 而在股价暴跌后,他们涌向真实社交媒体平台,发文表达对股价下跌的担忧,并指责是做空者的一场阴谋。 报道称,金融分析师认为,特朗普传媒科技集团可供做空的股票非常少,在9月4日股价大跌当天,交易量为530万股。 即便当天所有可介入的股票都被卖空,也达不到当日交易量的8%,而过去几周,股价的波动主要来自于抛售而不是卖空。 在特朗普7月躲过刺杀事件后,特朗普传媒科技集团的股价曾一度飙升30%以上,当时的民调也显示,他在11月大选中占有优势。 但一周后,随着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出选举,由副总统哈里斯接替后,至今特朗普媒体股价已经下跌了51%。 特朗普传媒科技集团的股票目前仍在禁售期,防止大投资者在公司上市后不朽抛售股份,导致公司股价暴跌。 禁售期将在9月19日到期,届时特朗普和其他内部人士都可以出售他们在公司的股份,这或将进一步加剧股价波动的可能。 富宏卫视,陈寅谦,江广复,纽约报道。